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这个星期的新桑海神州 又是我 桑埔在这里 我旁边有这个好朋友 好拍档 易斯 希望你一起来 你好 你好 桑埔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又来到每个星期都有的新桑海神州 这个星期 桑埔卿 我们是不是应该都集中讲一下 台湾的东西 你身处的台湾呢 这个星期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值得讲 其实可以一会儿一起讲 包括在立法院里面的纷纷摇摇 还有可能都可以提及一下一些搭着520赖清德的总统选举 这些其实都可以一起讲这样 好啊 好啊 是啊 我们讲一些比较 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一场的 俗称的第二次台湾太阳化运动呢? 因为我也觉得是太阳化运动 为什么呢? 因为个个拿着太阳 不是个个的 很多人都是派太阳化的 我就在521的时候 开始第一次的集会 集结 我也是在现场 当日我想都不算风和日历的了 基本上是时不时的大雨的 台湾很有趣的 现场会派雨衣的 他们也会有很多人 教会方面有很多的水了 就好像香港方面的东西 其实很多东西 跟香港学习很多东西 台湾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未来一次就是524 我们下一次再讲一下整个风格是什么 好啊 好啊 我们这次就讲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一场的运动呢? 有这一场运动呢? 其实跟2014年的太阳化学运呢? 是有很类似的地方的 类似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些人 就是他会在国会里拿着麦克风 就说有点火速要表决 我记得2014年是将慶忠 要求急速通过这个服务条例 就是跟中国做生意嘛 就是服务方面呢 可以给中国的一些人提供到台湾里嘛 结果呢 激起了这个全民的很大的反抗 就是叫做闖入立法院里面 就是国会里面呢 就是这个叫做太阳化学运 大家都记得10年前发生的事了 10年后又要来多一次了 又要来多一次的重点是哪里呢? 就是有人呢 他希望通过这个法例 尤其是现在的立法院、国会 是跟总统很不同的 总统大家知道呢 是赖清德、萧美琴 当选总统副总统啦 他拿到40%的选票 是一张独立的选票来的 他这个远高于国民党的人 或者是这个民众党的人 拿到的选票 OK 但是立法院呢 是透过这个分区直选 和这个不分区的政党票呢 去这个产生他的立法院的组成的 另外还有少少少原住民票 我先不算那些 那这些票数的话呢 基本上发现到 国民党是拿到 就是不够半数 但是它却是多数政党 跟着呢 立法院的第二大政党就是民进党 我记得是51票的 那51票 在123席国会议员来说呢 基本上是 也都不是半数 那跟国民党是叮当码头的 我没有记错啦 国民党应该54到55票 看看你计不计那些 所谓的那些叫什么 那些什么 无党籍那些人 实际上的那些人 应该是54 54对51 还有关键的小数就是8席 8席就是民进党 欧国不分区这个票数得到的 那如果南加上54加8就是62 就是过半数 123的半数是62 那60就是62 那现在你54加8的话呢 那基本上是过半数了 OK 我想如果在这样的大前提之下 你会发现到 那它就于是乎南、白呢 可以联合做一些东西 来输入一些他们想要的东西了 那大家知道呢 最关键的核心就是南、白后面什么呢? 后面有很多跟共产党的关系嘛 那这件事的话呢 你会有很多人在怀疑那方面的事情 我先不要讲先讲具体的行为先吧 白应该站在一种比较 就是骑牆的角度嘛 但是它不是 它这次完全是跟南企在一起 南营国民党的总召集人 立法院党庭总召集就是傅昆琦 这个就是很大的力量的 它说一声呢 基本上那些议程怎么排 究竟要怎么质询 基本上它指挥 你可以这么说它是一个党边 这个民众党白营的党边就是黄国昌 总召集人就是黄国昌 一个副军旗一个黄国昌 基本上就是只要他们两个合谋 就可以做很多东西了 那你说为什么绿营的 譬如是柯建铭 他是这个民进党的立法院的总召集人 为什么他不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因为他很想做 但是人们不展示他 不展示他为什么黄国昌是这样呢 以前2014年黄国昌的表现 我们下一次会讲到 和今时今日判若两人 那么他们两个 推荐什么法案呢 就是国会改革法案 这个国会改革法案呢 那就是国会扩权法案 这个扩权法案有几个重要特征的 我希望我觉得有五样东西 就在我们做个忍试一下 再和杰斯特讨论 第一样东西就是说 叫做总统要来到立法院里 就是国会里接受质疏 那也是即问即答的 那你说民主自由国家不是很平常的 但是大家知道这件事是 大家要知道 宪法是不是要规定这些事 才可以做到这件事 就是说你今天是不是要收宪 才能够做到这件事呢 因为按照1999年李登輝落台之前 他曾经收过一次宪的 这个叫做宪法增修条文 这边说明的了 就是这个行政院院长 和行政院的国会的首长 是要接受这个立法院的质讯的 这个是没问题的 换言之他就是说 在现在的台湾半总统制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说一个 比较超级总统制的情况之下 我才不争议那些名词了 就是说现在只有行政院的院长 和国部会的首长 是接受立法院 就是国会的质讯 总统是不接受的 因为总统如果接受的话 他会产生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总统接受的话 大家就质总统就可以了 那么行政院不需要质 现在宪法规定就是 行政院有相对的一种独立地位 所以他要这样质 那么整个现在中华民国台湾 宪法的设计是什么呢 就是说今时今日如果立法院 国会对于行政院的表现 执政表现不满意 他可以倒閣 就是说推翻这个国会 推翻这个内阁 推翻这个行政院 然后总统有权去解散立法院 就是国会去重选的 那么你不可以说 今天你立法院不倒国的前例之下 总统去解散立法院 不过国会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前例的 他基本的制衡的力量就是在于行政院 和立法院之间 而不是总统和立法院之间 OK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原则 那么你说你不满意这件事 那么你就可以修宪了 那么当时李登辉时代的宪法 把这个修宪门栏定到非常高的 要有这个四分之三的国会议员 基本上现在是没可能的 三当不过半 没可能有 除非你蓝绿合流 基本上是没可能的事 那么你四分之三先修宪 还要交给公民去复决 就是公民投票 要有全台湾合资格选民 过半数赞成 不是投票的人 是合资格选民 这个投赞成票 就是合资格选民的一半 投赞成票才可以 所以基本上是难负其难 就是等于你要修改国歌 你要修改国号 你要去修改领土 都是要经过这个程序 OK 这个是没得改的 除非你今天你要制宪 完全废弃了现在的宪法 那么理解 所以我想现在的难点就是这个地方 就是说今时今日 卡在这个地方里 所以第一点是 总统接受国会质讯 其实这个都轻轻一点的 第二点是什么呢 第二点就是涉及到 调阅权了 一个国会的人 可以去调阅权 稍后我会讲一些具体的条文 他写些什么 就是说 我信知道军队 这些部门 究竟什么秘密 我一个国会议员 说我要拿 那接着你就要接受质讯了 OK 调阅权 就是说我要调什么 你就调什么 那你想想 如果我这个人是中国代理人 中共代理人 我拿到之后呢 第二秒钟呢 习近平抬头已经有份文件了 嗯 你说那有法律可以停止嘛 我是鬼的话 就抓我了 缓不济急嘛 就是被人家已经打劫了 你都已经给了对价了 已经给了嘛 对不对 就是你说你没有代理人的 胡军齐不是 陈玉珍不是 韩国议员不是 那你信不信呢 就是我自己想一想 我不是抹黑了所有国民党的人 但是你起码有一两个老鼠屎已经死了 你已经玩完了 是每个国会议员都有权的 现在是什么呢 国防外交委员会 他们RingFast那几个人而已 现在是123个立委 无论哪个属于哪个政党都可以这样做 哇 这不得了 那你无人无知 那第四个是什么呢 第三个是什么呢 除了调业权之外 就是听政权 我要做一个听听听 于是找什么呢 我要听你说话 这个国会要找这个官员 上来 我质询你 质询啊 质询 质询你 或者叫民间那些 你们哪个阿玛阿玛 是啊是啊 你这什么企业啊 你叫桑普啊 叫桑普都可以 叫桑普都可以 你找我 可以的 什么人都可以 你上来 我质询你 那如果你 我不来 记住这件事没有 没有传唤过程 也没有宣誓过程 我不来 或者来到你之后不回答 或者我来到之后 回答一些虚假的资料 误度的信息 或者我回答的东西 回答完之后反质询 回答非所问 是的 你写了反了没有 反质询 那你反质询的话呢 我最重的用你盼一年监的 不行 那这件事很荒谬 这个什么叫做 藐视国会罪 这是第四件事了 这个就等于对于质询权 对于这个刚刚说的 就是调阅权和听证权 后面的板斧 你不接受 罚你 那这个藐视国会罪呢 你说 哎呀 那都要扔给司法机关去判决的 我不可以立刻 扑扑扑 立刻坐牢的 我都要扔给法庭 我说 先激压你 或者先轻轻搞你 那你玩完了 你看香港的情况就是这样 没错了 你先轻轻 我先搞这一轮 搞到你又出不了警 搞到你提心吊胆 说歌下先行 那接着你这样搞 我问你 外商怎么办呢 喂 欧洲在台商会已经发过声明 极强谴责坚决反对 妨碍他们商业自由 美国现在还没出声 OK 但是他们各方面已经开始 讲很多不同方面的资料了 就是讲这件事 如果这样搞下去 出大事了 那如果这样搞的话 这个国会国家方案 我只是讲这个框架 是一个什么的东西呢 重要就是说 它是一个程序不公义 今天你要推动这件事的时候 你应该是 就是经过各个委员会 就是香港立法会的内委会 台湾的国会就叫做这个委员会 要充分讨论 大家要充分发言 发言之后要表决 还要是党团之间要沟通的 这个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就算民进党执政8年 都要这样做的 你不可以没有due process的 你没有 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第一个问题是法案 本身是恶法 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程序 是搞不定的 补充 你补充 连修正都不给 修正都不给 你立法院 这个国会 你的民进党版本 提出什么修正 那些Puma那些 就是那些沈百扬那些 提出一些修正 你想修正 那些人说 我怎么说呢 我说很有趣的 郭文丹有几个字眼的 敬负易读 就是说你这些译我不理你了 我就把原有的法案 易读立即去第二个读 敬负易读 或者叫什么 全案保留 就是说你提的案 我全案保留 什么意思呢? 全而不论 就是将你扔回去 将原有版本 送到二读的地方 好了 二读还好笑 一二读 坐在国务里面 整班 你知道什么 蓝营、白营的立委 不让六营立委 进入议事厅 是 将一大堆的人 摆在门口里 那些除口心那些 整个手 全部有了 那些木条 两面两折 整个架住 接着哪个人进来的话 就将它阻挡 有个人就爬到 门和门岩之间的地方 洩进去的那边 就是沈柏洋 沈柏洋是资讯安全专家 也是民进行的立委 就是这样拋啊拋啊拋 一声打到地 那天是5月17日 就是撞到头 有点脑震荡 可行现在都带着一些仪器 基本上继续去 立法院继续做事 你发觉到 你以示你表决 你都不让人进来表决 好了 还好笑的是什么呢 你进来了 最后有些人进来了 你要表决呢 我们临时修订一个 提出最后的修正版本 就是说 之前你一读二读 就是立法院会 立法院会你听过 你没办法发声那些条文 都不算 原来有新的 新的立刻讲出来 那条文就是 讀出来的 文字都不让你 我读这个条文出来给你 网上都没出 是的 现在立刻表决 喂 哪里有人这样去做事 然后之后呢 立刻表决 你听完之后 你就问答是非题 那样 就好像我们听这个节目 我讲一句节目 你能否成同不同意 你已经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 那你怎么表决呢 基本上就是全部举手机器 全部变成了这个中国人大 他真是举手啊 这次又 本来有个机器禁的 但是因为场面很混乱 那又要霸住山头 抢了主席台的山头要霸住 那大家又没有空回到那个位置 终于就是举手 那举手也是相当混乱 因为现场其实 哪个举手赞成 哪个举手反对 其实连人数都数不到 曾经试过就是 数到108人 但是投出来110票 那还有呢 就是哪个反对 哪个赞成 你根本看不到 因为还有很多人 那两只手都没有空的嘛 他是举牌的嘛 大哥 那还有你叫人举手 举一只手啊 说是有些人举两只手 举一个牌呢 那你怎么计的呢 那就是 所有东西都是一个混乱中去进行 但是你就见到就是 好Yahoo那样 总之国民党家 民众党就是要速速去通过这个法案 但是这些是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这样搞法是很地谱的 那你问你 他通过这些法案 为谁辛苦为谁忙呢 那你这么想一下 你说这年轻人没有工作下 或者经济不好 要发展经济 那请问这些东西 跟发展经济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摆明是扩权 而扩权的地方重点就是 你知道共产党是很锐利的了 它锐利的地方就是说 它已经是做了里面的工作了 有人甚至没有传出 但是我觉得当然没有证实了 共产党在后面 就已经有一些所谓的 早已经公布了一定要所谓的国会改革方案 这些东西是全部王滬宁系统的人 扔给国民党 然后或者民众党 要他们照表操货行礼如意地做 就算你不通过也可以 他通过得到 那当然是扩权了 蓝白就是大了 他真的好像当是盖世太保那样 他喜欢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你说如果扩不了权 搞乱台湾 当然大家有争议 离心离得 那这个东西就是 共产党分发 就是赢与输他都赢 那你说不是啊 三婆 国会呢 藐视国会做 譬如有些在美国啊 或者其他国 英国啊 德国啊 法国啊 日本都有啦 那为什么你这么抗拒这件事情呢 我首先说刚刚两件事情 其他地方不会有 就是程序公义 和实质的条文是不会有的 最重要的地方是什么呢 它说英国和德国 是不可以比喻的 因为英国和德国是内阁制 它是国会智常的 就是那个总理呢 是国会的多数党 这个制度跟台湾是没关系的 台湾是分开两条队的 OK 没错 好了 比较可以比喻的 就是法国或者是美国这些制度 法国基本上呢 它极度限制国会议员的质询权 因为如果你这样搞法 现在是无限制的质询的话呢 就是你质询的总统 可以任你质询的话不行的 我记得法国国会议员 几个月才有一次的 就是这个质询权可以很低 我不是说总统不可以答复 这个国会议员的质询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的话 变成了一种牵征的关例可以 但是不可以成为一种牵征的责任 你如果这样搞法 你要改的 不行 你修宪 OK 这个关例要不可以形成 总统没有责任帮你做 它可以来 也可以不来 OK 这个我想是应该要做到的事 你说后面那些是很离谱的了 什么调月权这些东西呢 这样讲了 美国你都说听证 所以比如黄之锋 何韵斯当时当年 去美国国会开会 都会有开议会 那国会会不会开到 但各位会不会说 我传这个黄之锋来 传何韵斯来 你不到 我罚你一年有期徒刑 你到不讲话 我罚你一年有期徒刑 全世界只有台湾现在新发明来的 这是新发明来的 你反问你问你问题的人 问一下CCC主席 Chris Smith 或者你讲什么民主党 什么人 你问我问题也可以 但我黄之锋问你问题 一年有期徒刑 是不是瘋了呢 这是莫名其妙 还有美国国会就算 民主共和两党 多争拗都好 它每个委员会大吵架的 OK 咬完咬到很久之后 才有人拨取决定 是 但他连咬的机会都没有 今时今日 我问你了 各方面你怎样可以跟美国比较 美国如果要起诉藐视国会做 你首先要交给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是一个叫做起诉机关来的 不是检察官认为的 大陪审团是一个公民组成的 随机组成的机关来的 你要大陪审团 大陪审团的决定之后 才可以做起诉的 今时今日在台湾岛 是没有这个制度的 哦 我试试 今天 如果检察院里面有一些 就是在台北地检署下 有自己的人的话 那就不得了了 那就完全是将那个人送上法庭了 我想这件事是很得人害怕的一件事 还有我觉得这个问题还大过 你想想下去 是还大过2014年太阳花反覆楼 覆楼是慢慢把你吞噬 是严重的 是慢慢把你吃了 现在立法之后 立刻跟你玩国安法 立刻跟你说 你 老公 你约你结诗你来到台湾 下次有一个人 你结诗我看你不顺眼 传召你 你不到 抓你 这些什么世界 你是警察 你是这个警察都不会这样 你要有法庭的首领才可以抓你 那现在今时今日你是不是这样呢 我会觉得很得人害怕的 这个呢这个呢 这个呢你如果大家 就是 当 或者我们叫他做一个台湾版23条呢 其实不为过的 OK 那么其实呢 当然啦 这段新闻可能呢 香港人呢 就 不是那么在意 或者 或者 把焦点 只是去了517 又见到 南白两营 不是 南白两营加六营 有一个 议会大打斗 我想香港人会是 把焦点 放在这里啦 就是啊 那台湾 那台湾 台湾议会又打架啦 好像九十年代那样啦 但重点真的完全不是在打架这些东西那里 就是就是回去的一个好像一个台湾版23条 就是简单一点去说的就是说 就是说 就是把台湾的立法院抗权啦 所谓叫抗权啦 而这些抗权 其实是把所有啊 调查啊 质询啊 所有的东西呢 是定到个门槛很低很低啦 跟着然后如果你不就范呢 哇 立法院的权力可以大到就是 他不是只是针对回行政院或者政府机关喔 他现在针对的是无论在台湾任何的人 就是包括桑普 包括再普通过桑普的一个人 都可以被这个就是台湾立法院传召你 你一定要到 你不到就罚你十万 你说话如果有几个立委 各定义你兜圈子的 就可以控告你藐视 跟着可以再问你二十万等等这些东西 而最恐怖的是什么呢 就是背后 这个呢 其实在1月13日 台湾总统和立委选完之后呢 网上曾经流传过一份 由国台办做给习近平和王沪宁的一份东西 叫做佔领台湾立法院制高点的统战战略要点 这份东西疑惑而真 但是你现在看下去 喂 再用一点点逻辑分析 我是共产党 我都将未来的主战场 摆在台湾立法院里 这份东西疑惑 它明明是要说 决定あの六年 下一个四年 会不会继续在野 绝对有这个可能 哪些时候才能重新执政 现在执政无期 所以我想共产党再加上国民党 其实已经是在盘算着,难得有一次机会将这个在立法院的陣地 已经可以拿到所谓叫做多数席位,那当然在这里去搞,然后搞到搞不到都可以分裂整个台湾的社会 还有令到未来莱正德起码头这四年的执政相当困难,拖他后腿,这些事情不做是假的 我们在一月份,我记得我和桑普都说过,三党不过半 你一定会看到共产党会透过国民党、民众党将会有很多小动作出来 这个是台湾社会不得不去重视,要去正视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是涉及到中国渗透的问题 至于刚才我想做一些补充关于桑普说的就是说 究竟台湾这次做的这些国会的改革,为什么不可以跟美国、英国、法国比呢? 桑普都说了大部分,我只补充了多一点就是不要忘记 台湾不是三权分立的,台湾是五权分立的 OK?那如果一切其实回去的就是 所有这几个礼拜搞的这些任何的改动 其实每一样东西都是在违禁宪的,违禁中华民国的宪法的 我想给一点点时间我举一个例子 例如刚才说的调查权 其实现在改到就是门栏很低了 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者社会上普通一个人 你都要接受这个台湾立法会的调查 所有这些东西,但是回来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台湾的立法院有没有那个调查权的呢? 这个这几天其实在台湾的社会都在讨论着就是说 在那个,如果你找回台湾那个息宪五百八十五号那里呢 其实都有提及过就是因为如果最主要的调查权 其实会在监察院那里的嘛 因为它是五权分立,你一旦就不要,你一旦就将孙中山的神珠牌都拖起来 然后你整套宴法改,这个就大工程了,刚才桑普已经说了 但是如果你基于今天那个五权分立,那个调查权其实会在监察院那里的 那至于立法院有没有调查权呢? 容许我读一段那么多,五百八十五号呢 是有这样讲的,识宪的,解释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五百八十五号 他有解释到就是,他说立法院调查权是有的 所得的调查之对象或事项并非毫无限制 这里你听清楚是毫无,不是毫无限制 但是你现在改了那个就完全是有限制的 那他说,除所欲调查之事项必须与其行使宪法 所赋予之职权有重大关联者外 凡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受宪法之保障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调查之事物范围 我读到这里先,这个就已经说明到就是什么呢? 喂,有很多是属于国家机密 或者你随便叫国军进来,接着问一下这些飞机大炮 在哪里买,或者那些很重要的秘密的东西 现在在改动之后是没有秘密的 你一定全部要回答的,上到立法院 但是现发讲明,这个立法院的调查权是有限制的 有很多事涉及到国家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受宪法之保障者 即非立法院所得调查之事物范围 这个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如果再讲下去,有排讲 至少起码讲的是,大部分今次现在二读了的那些东西 大部分都是违宪的 我亦都相信在行政院稍后的回应,赖征德的回应 可能都会用到的就是违宪而拒绝执行 就算你二十四日三读通过的这些这样的法例 我觉得补充纪念,我觉得意思讲得是很有道理 585号,我写那篇文章放在上报 就是关于藐视国会罪等于藐视蓝白罪 这个585号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呢? 除了刚刚讲的 监察院基本上要负责这个调查的权力 现在是不是等于你立法院是侵奪监察院的权力呢? 就算有分享,可不可以接受一些 立法院调查一些机密事項呢? 那你现在看到监察院的存在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都是这样的嘛 你要改变的话,要透过修宪方式 你改变之前,你一定要承认这些东西 我也觉得应该三权分立,优于五权分立的 但你存在的现实就是用作宪法框架嘛,OK? 否则我每天都说,我都不需要讲台湾独立啦 就是你的框架就是这些 还有这样也不用讲制度啦 这样也不用讲制度啦,如果你这么说的话 你如果是的,就修改了整个制度去啦 是的,就是我们觉得要 为什么这些人要追求台湾独立? 就是觉得现在台湾独立事实上是独立 因为现在是中华民国的宪法框架嘛 接着有两岸条例,有港澳条例嘛,是不是? 这个就是现在的框架这样做,是很荒谬的 但是我们要明白这个地方 你觉得这个荒谬就是我丢掉它 完全不理的,所有法律我们都不遵守的 那么这个变得无政府主义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很令人害怕的地方 所以我就说第一件事,第二件事 58815号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它讲到它藐视国会的这些问题 或者传你你不来,或者你作假证供那些东西 没有证供,它不是宣誓之下怎样证供呢? 就是传你你不答话,OK? 以罚援为限,什么叫罚援呢? 行政罚援,就是等于你扔香蕉皮 在这个路上违规厂行六灯 人家罚你那些钱的罚援,没有案底的 就是不是刑事罚金的 因为香港没有这个分野的 但是台湾、日本是分得很清楚的 罚援就是说你今天违反一些社会秩序的东西 譬如说,哎呀,Speeding啊,就是你超速啊 或者你今天呢,就是红灯的时候过马路啊 那这些呢,就是罚你钱 顶多是这些罚援为限可以做出一个制裁 但不可以做这个有期徒刑,罚金 完全不行 现在整个法案是违反585号的司法院大法官的解释的 那你未来呢,如果真的硬闯的话 那可能呢,整个案件就可能肯定有人呢 将它送到宪法法院呢,叫遗憲審查 就是叫做司法覆核了,没错了 那这个就是会全案他这样做 但是你这样做,缓不制级 已经开始打你的时候 你再等他几年时间 或者等他一年时间 这个司法院才可以宣法法院 宣法法庭去跟你解决这个问题呢 太慢,还有风险太高 所以我再说補充,補充 你幻想一下 一个普通人如桑普啊 怎样跟立法院去打官司啊 这些事情是没有考虑到的 你怎么做啊 就是你的努力时间费用风险 谁是什么呢 这个是抽谷打官司,你怎么做 这个是很难去做 除非你有很庞大的政党后面 今天出事了 那你又变成一个政党斗争了 所以这种东西共产党觉得它是win-win的 我通过倒有赢,通过不了有赢 通过倒就乱你台湾,威胁乱政 通过不了就乱政,怎么都赢 所以这种做法我们要用什么的态度应付呢 其实这几天都废杀思量的 我都可以这么说 在外国来说 有一些部分的一些 就是美国的重要的一些众议院的成员 一度他们都认为 这件事是民进党本身的立委不尊重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 他认为这件事应该尊重国会的多数党 才是这么做的 但经过多方面的解释之后 他们这方面的人都已经收回了意思 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和充共处 就是不会觉得民进党的立委在这里扩权 因为很多外国人就是做唐边学的嘛 他觉得你民主选举出一个多数政党 就叫国民党 就叫民众党 其实我们现在不是要推翻选举结果 甚至没有你问我 我的诉求不是解散国会 因为你解散国会 第一不可行 我说过了 国会要先赌国 然后总统才要解散国会权利 如果不是的 你就是在法外要解散国会的话 有一个大问题 你要接受民意的检验 你不可以说民主选举结果 和自己不喜欢的 你就要解散国会的嘛 这个不同 我们针对的是什么呢 刚刚几件事 三件事再说多次 恶法的实质的公义 基本上是没有的 第二 通过恶法的程序是不公义的 第三 这些议员其实是为中国做事的 根本上国安机关要介入调查的 不可以说以言论免责权 去处理这个问题的 附坤其在中国到大摇大摆 刚刚杰斯也讲到了 大家都看过 旺污宁宣布中共的 这个基本的策略 就是说要做台湾国会所谓改革方案 其实就是台湾国会送中方案 这个才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我读一些基本条文给大家听一下 给大家知道我们只是犯犯而论 有些实质的事跟大家说 我看回苏政昌的女儿 苏考卫的我的同学 他在这个面书上面 有些图可以跟大家讲一讲 他说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25条修正案 现在已经在说什么呢 是在说通过了二读的了 通过了二读 如果我们未来再不会抗争的话 继续抗争的话出事了 第一样东西 我读这个25条修正书给大家听 质询之答复 就是你未质询 我答复 不得超过质询范围之外 并不得反质询 但违反又表示 不可以回答质询以外的东西 而且不可以反质询 没有定义什么 我想插你一句 是的 我想插你一句 我没有看到苏貞昌的女儿 但我也看到立法院里面的讨论 其实连国民党都回答不了什么叫反质询 没有人回答什么叫反质询 你回答谁 当然不会回答 但是通过 由美国人反对 通过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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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这个什么反质询 你再说要质询 让苏普继续读 是的 被质询人 我看一下 被质询人 除为避免国防外交明显立即之危害 或依法英秘密之事项者 并经主席同意者外 并经主席 主席啊 韩国瑜啊 是的 就是你今天你说有秘密 你都要经过韩国瑜说 啊这个真是秘密啊 你是不是瘋子的 是不是香港化啊 大佬就是 就是不得这个拒绝答复啦 拒绝提供资料 引力资讯 虚偽答复 或有其他藐视国会之行为 记住啊 不可以拒绝答复 不可以拒绝提交资料 不可以引力资讯 不可以虚偽答复 或有其他藐视国会之行为 你是不是瘋子的 就是你后面的东西 catch all 就是说 我说你藐视 你就是藐视 就是说你是违反国安法 你就违反国安法 哦 还有啊 这方面的东西是荒谬的 是啊 还有啊 不过我刚才说 不过你已经说过了 sorry 就是那个定 谁定是机密呢 谁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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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瑜啊 大哥 你是不是瘋子的 大哥 韩国鱼 你知道为什么 赖清德宣誓的时候 韩国瑜给了个玉璃给他 中华民国之骰嘛 那是两个面园死灰嘛 你明白为什么了 不是说今天我也照接受你的 就是欠騰你这件事 但是基本上你基本上很难谈的 你完全用这个方式来处理嘛 比如说被质循人经主席 就是他先说被质循人非经立法院院会或国委员会之同意 不得缺席啊 你不准不在这里啊 被质循人违反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 刚刚说的三项规定 主席得预制止 命出席 并得要求被质循人是做答复的 而被质循人经过主席依前项规定制止 命令出席 或者要求答复 刑违反者由主席或者质循委员去提议 经过主席或者质循委员去提议 就是国民党的南博提议 出席委员以五人以上连署或者负议 就是出席委员以五人以上 我试解释 我试解释 总之桑普如果被传了上去立法院问话 接着问他有一大堆立委 但是你知道 国民党立委你还要幻想一下 其实跟今天香港立法会里面那帮垃圾议员 那些质素是差不多 好了 问极都问不到题 桑普又答极都答不到他的话 因为桑普的回答一定是很高的level 但是他们听不明白 但是只要里面有五条弹散 他说你是答非所问 桑普立刻就可以犯妙试罪 可以最高刑罚到二十万台币 你真是存好钱啊 还用不需要罚一年坐牢啊 我忘记了了 神经病 就是这样啊 就是这样啊 是啊 可以处备质诚人两万至二十万以下罚盘 我当你罚两万好了 最低一个 两万至二十万以下罚盘 他把罚盘摆出来 表面上维持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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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问你就来了 他今天传我一次 我去罚两万 我当你最低罚两万 接着第二天我传我一次我去了 我又不回答 又罚两万 第三天再传我一次去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人 回答一些有藐视国会的东西 又罚两万 很快破产的 不是 还有啊 每天罚你两万 我当你很乖啊 你每次都去啊 接着你每次回答完之后 他都说不明白啊 他可以每次都罚你两万啊 或者是二十万都行啊 你以为你回答又死不回答又死了 你知道吗 没有啊 看你不顺眼 所以我觉得今天呢 香港人听会明白很多的 因为为什么呢 现在是莫须有来的 OK 总之看你不顺眼 还有就是 我先拆开说一下 你这个政治斗争场来的嘛 你知道台湾一天都选举了 还有就是这个是这个 总之现在就把立法院变成一个批斗场 这个绝对共产党的河车来的 然后就抓你上去 就政治斗争了 所以这个是真的不开玩笑的 大家乱来的 简直是 是啊 接着还说呢 刚刚我们讲到 刚刚你也讲到了 前项程仍经限期改正 预期刑不改正者得按次 就是每一次连续 科署这个罚盘的 就是刚刚讲了 没有上限了 每一条 两万没有上限了 我过礼拜罚你一次都还可以 是 每一次都可以 你要提什么修正草案 不行 全部不给他 就立刻要通过这件事情 违法这些规定的时候 由主席或质询委员去提议 出席委员五人以上 联署或者附议 经院会决议 移送弹劾或懲戒 去DQ你 更有趣 比你香港更努力 可以移送弹劾或懲戒 甚至有政府人员 在立法会院受质询的时候 做虚偽陈述的 就是政府人员受质询 做虚偽陈述的 依法追购刑事责任 这个就是第一批 就是关于这个 接着下来 在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47条和第48条 说这个是重要的 这个和我有关 调查委员会或调查专案小组 做行使调查权 得要求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 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 什么叫社会上有关系人员 什么叫法人、团体、机关、部队 总之就是任何的东西 他认为要的了 在5天内 5天内 提供有关文件 资料及档案 但相关文件 资料及档案 原本已经经过司法机关 或者监察机关 先为调取事 因罪名理由 并提供覆本 提供覆本 你去调取司法机关 就是检查机关 先为调取事 应该提供覆本 就是说 有司法调查案件 我要提供一份覆本 覆本就是覆本 就是一个copy 给这个立委 而记住 在任何调查委员 原本调查专案小组 行使调查团 我写得这么说 就是我开个调查小组 去调查你 好了 你的案件已经在法院上满了 OK 现在我不用搜索票 我可以立刻破了一件事 你调查到半桶水的案件 我们看到南白的委员 可以要求 我要看这个案 变成很多偵查不公开的事 譬如你蔡天坟案 我可以调查蔡天坟案 我不等你审 我直接在这个国会里 要调取你交给法庭 或者交给检察机关的所有的供词 你要给个copy给我 然后这件事可以向有关的方面去调取 就是暂时用法庭这些比分 很严重的这个 太上老军 是啊 不是 如果你做了太上老军 太上老军 现在做一个太太上老军 OK 国民党那些人拿到这些这样的东西 每一件这些这样的调查案 已经拿到这些东西 喂 你 傅君奇 你猜他会不会给了共产党呢 是不是 共产党就会疗如指掌 每一件大大小小的调查案件 全部都有一个太上老军在那 那就是共产党 是啊 是啊 所以 刚刚四十七条第一行 我再多一条给大家听 四十八条第二行 法人人民团体或社会有关人员违反本法规定 在立法院调阅文件资料或档案时拒绝 拖延或引力不提供者 得经立法院院会之决议 处新台币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的罚还 并得案次处罚至改正为止 咦 打到你 罚到你 改正为止 不改正 你要保密 你要去拒绝 行 罚到你完 搞到你破产 这个就是完全新加坡化香港化 这个史上第一次立法院可以懲罰人民 从私人企业一般民众到军队拒绝南白调查 都可以连续开罚 这件事很重要 今天为什么我说这件事 一点都不可以肆虐等限呢 因为它要将整个台湾的民主政治 基本上是摧毁一大半 没错 它将这个权力无限的扩张 本来三权或者五权 whatever权力都要制衡 二十三条 国安法二十三条 是资讯送中条例 OK 也是关于整个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条例 就是希望搞乱台湾 带成乱台 威劍搞乱大家 分化大家 令大家在不断的压力当中 很难觉得有希望 最后就是居首投降 虚准 这就是最重要的目的 他们要的就是突破台湾 不是国防这个民房那么简单 它不管你的国防 不管你什么国防 它突破你的心房 令大家瓦解 你觉得算了 不要搞那么多东西 投降算吧 还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 就是很多人就说 我们要的只不如香港的蓝丝很多 它希望台湾有些蓝丝有什么 哎呀 我要吃一顿饭而已 我们不要你黄之锋和我争取民主的 去凍麵包吃呢 我要吃东西 我要吃好东西 去好地方玩 happy 玩女人 happy 不玩女人 不说了 happy 吃饭 吃食权 什么都要玩齊 人生期朗无空 做个快乐的猪就可以了 搞那么多东西做什么呢 只要你乖就可以了 一定有人统治的 有人统治的话 你乖的话就没问题了 他传播这样的思想给大家 这些就是他们很用心险恶的一点 所以他们很憎恶的 很憎恶的 很憎恶很多平民人说这件事 为什么呢 我再说一次 是整个本身他们的法例 本身是很大的问题 所以再讲一次 recap一个很基本的原则给大家听 就是四样东西跟大家讲 这个法例是什么呢 要求企业交出商业机密 要求人民交出人私 不用搜索票 第二 司法机关和監察机关 调查到一半的案件 可以送一份副本给南白立委 第三 破天方可以要求军队 交出南白想要知道的资讯 相信力学即习近平台上会有一份 第四 可以任意懲罰拒绝配合的企业 社团或者一般民众可以连续开阀 这些情况是旷古绝今 绝无紧有的事情 而且这件事非常侵犯人权 接着后面目的是什么 不是为了那帮支持者 不是为了那帮年轻人 没关系 你们被人骗了 你今天当日2024年1月 你们投南白选票那帮人 其实搞到我现在 就是说的是人人自危 不要以为我自危 你自己南营那些人 做着小生意的 你得罪一个人 你得罪一个南营的派系 人家玩来 调查你 你一样糟糕的 你不要以为就是我有事 你也有事 根本上每个人 就会成为了这帮共产党爪牙的 就是那些扑上去做的一些动作 胡昆奇、王国昌 就是难辞其咎 这个国会濫权法案 第25条、第47条、第48条 是非常非常离谱的 而且这件事的话 一定要将这件事分析给大家 为什么呢 香港传媒不报道这些东西 香港传媒只是说什么呢 哎呀 很乱 打架啊 台湾地区领导人当选 台湾地区的议事机关 都讲这些嘛 然后就说 你们很乱啊 搞到大家 台湾多万化 现在中国央视 都报道这些新闻 你看 台湾说有民主 在外国干预下 你看多么乱 用这个方式来看问题 但是我告诉大家 你在中国里 连乱的机会都没有 我自己身处其境 我们下一次会讲 我的感受有些什么呢 我会觉得 你中国连乱的机会都没有 你香港连乱的机会都没有 你只有一个 完全甘淨欣识的和平 这种是现在的情况嘛 所以我觉得台湾不能够 但是要努力够 很快就会有香港的垃圾 垃圾议员又会出来说 你看我们香港的垃圾 会有多么和谐的了 不过我们一会就会转到第二节 就讲一下 因为这件事而引起的所谓 是不是真的有太阳花2.0 这些抗争 但是我最后在这节之前 我想问 请教桑普一个问题就是 其实包括你在内 有很多的评论人 在台湾的评论人 其实他们有没有想过 很吊诡的事情 我其实这几天都想了很久 但是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就是 喂 其实 我说我说 我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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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国民党 民进党 加上独大 话名 都是四年 下四年 未必是你的 那如果你立了这些恶法 其实如果下四年 去回民进党 在立法院佔大多数 其实你今天立的东西 第二天 是会有个报应 是会报回 理论上 报回在国民党 和民众党的身上 其实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个可能会发生的呢 或者是不需要想这件事呢 你说得对 所以我就说 他们这件事 其实我说 归根结底 不是自私的 如果真的是自私的话 你也要想想 喂 我弄这部棋 有时我失势的时候 我都会被这部棋 弄回头的 是不是 所以我就说 她根本不重视 是不是自己被人装在将冠 她重视搅亂的这件事 就是今天如果不是幕下的勢力 就是先主主 主主开始吩咐的事做 对те意思就是 无论那个执政 拿着这个上方保健 这个人就是上方保健 那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肯东西全部都乱了 乱了 predator 她要乱抬 他要委献乱政 破坏制度,破坏台湾得来不易的民主制度 所以这件事是不开玩笑的 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香港人拿回一点点感觉 这个真的是一个台湾23条的初版 你告诉我背后没有共产党,你不要听这个节目 如果你的智慧去到,还是觉得共产党是没有搞局的 那就浪费一声买气 我们就这样,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一下因为这件事 521,就是台湾抗争的运动又开始 可能是新一波的抗争运动 我们一会儿返回杰斯频道的新所爱神州 我们再探讨这个问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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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